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思成不顾反对娶了林珠 惹得众人非常不快 梁思成跟林徽因的共同好友曾说 如果梁执意要娶林珠的话 就与他断交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梁在兵也是非常反对的 但最终梁思成还是逆牌众议 让林珠成为了自己的妻子 成为了梁在兵的后母 嫁信梁家后的林珠始终活在林徽因的光芒之下 无论是文采还是相貌 他都不及林徽因 他能做的就是将前任的印记从这个家里抹去 展开全文有一次 林珠在客厅打扫卫生时 将林徽因的画像摘了下来 这一幕刚好被梁在兵看到了 本就不满这段婚姻的他 此时更是气不过 他感到自己母亲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圣怒之下的梁在兵在问林情 况后愤然扇了林珠一耳光 并拂袖而去 这件事情很快从清华一直传到了北大 梁思成在得知事情原委后 竟然没有维护林珠 反而冷冷地看着他 只说了三个字何必呢 梁思成的沉默 让林珠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梁思成会这么说 按照正常的趋势 女儿打了后母 父亲都会以再怎样人 也是你名义上的母亲的唯有指责女儿 但梁思成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始终保持沉默的梁思成 让林珠无忌可施 最终这桩事情只得不了了之 客厅里林归音的画像 本就是怀念故人的一种方式 而林珠却妄想打破 梁思成和梁仔兵又怎会同意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